联身活佛卢盛宴庄严进场 五色不动名王大法会盛大举办 这也是他首次回到出生地嘉义别具指标意义 在2023年的第一天 透过法会为民祈福平安顺心 就是把这个地方结界起来 也就整个台湾都结界起来 我们希望住在这一块大地的所有的人 都能够平安而且吉祥 一切都有保障 信众集满会场感受法喜充满 联身活佛辉豪写下五色诚详 象征迎接新年福分和新契机 秉持长期关心社会上弱势族群的精神 特别捐赠给嘉义市政府社会救助金30万元 希望兔年传递更多爱心 兔子跑的是最快 也是等于是忘的最快 一切都是很迅速的 让整个台湾的经济 能够迅速的跑得更快 信众在祁愿卡上写下新年愿望 折纸鹤打造出满满的祈福墙 宗教力量抚慰人心 期盼民众能亏别不好的过去 迎接全新的一年 在那情况 廖国雄嘉义采访报道